欢迎大家来到牛客网程序员比试面试专题讲座 我们本期讲座是与二叉数有关的内容 以及相应的高频面试题 然后我们来介绍一下二叉数子数的概念 在二叉数中 以任何一个节点为头部的整颗数 都是二叉数的子数 比如大家看到的二叉数 以节点二为头的数为二次五 这个就是整颗数的一个子数 同理三六七也是 单独的四或五或六或七都是它的子数 但如果仅仅是二和五组成的结构 这个不叫这颗数的子数 因为节点二为头的数还包括了节点四 也就是说子数是从某一个节点开始 向下所有的节点组成的数 所以仅仅是二和五组成的结构 并不是子数 只是整颗数的一个连通的子结构 那么下面我们介绍一下平衡二叉数的概念 平衡二叉数又被称为AVL数 并且具有如下的性质 首先一颗空数是平衡二叉数 如果一颗数不为空 并且其中所有的子数都满足各自的左子数 与右子数的高度差 都不超过一 比如大家看到的这颗数 那么第二个数就是一颗平衡二叉数 再比如现在大家看到这颗数也是一颗平衡二叉数 因为所有的子数中 各自的左子数与右子数的高度差都不超过一 但是现在这颗数就不是一个平衡二叉数了 因为以节点二为头的子数 左子数的高度为二 右子数没有高度 所以高度为零 那么高度差就超过了一 所以以节点一为头的整颗数不是平衡二叉数 给定了一颗二叉数的头节点 Head 判断一颗数是否是平衡二叉数 如果是返回处 不是返回false 现在大家看到的代码就是我们的解法 解法的整体过程为二叉数的后续变力 对于节点Head来说 先变力Head的左子数 变力的过程中收集两个信息 Head的左子数是否为平衡二叉数的信息 以及Head的左子数最深可以到哪一层的信息 假设它到LH层 如果发现Head的左子数不是平衡二叉数 则无需进行任何的后续过程 因为整颗数已经不是平衡二叉数了 返回false即可 如果Head的左子数是平衡二叉数 再去变力Head的右子数 变力的过程中依然收集两个信息 Head的右子数是否为平衡二叉数这个信息 以及Head的右子数最深到哪一层这个信息 假设即为RH 如果发现Head的右子数不是平衡二叉数 也可以直接返回false 如果Head的右子数也是平衡二叉数 那么此时就看LH和RH的差绝对值是否大于了1 如果大于1说明发现了整颗数已经不是平衡二叉数了 直接返回false 如果不大于1则返回LH和RH中较大的一个作为以当前Head为头的数的深度 整个过程用地规函数实现起来非常的方便 二叉数的很多面试题其实都是用二叉数的便利的代码进行的改写 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搜索二叉数的概念 搜索二叉数又叫二叉查爪数或者二叉排序数 搜索二叉数是指整颗二叉数 并且这颗二叉数上的所有子数都具备如下的特征 每个头节点都比各自的左子数上的所有的节点值要大 也都比各自的右子数上的所有节点值要小 比如现在大家看到的这棵树 因为左子数上所有的节点值都小于头节点的值 右子数上所有节点的值都大于头节点的值 所以一棵搜索二叉数按照中序便利的方式所得到的序列 那一定是从小到大排列的 一棵树按照中序便利所得到的序列 如果是从小到大排列的 也可以说明这棵树一定是搜索二叉数 我们平时听到的红黑树 平衡搜索二叉数等 其实都是搜索二叉数的不同的实现 那么这些实现都力争的做到 让搜索二叉数的搜索效率提高 并且让搜索二叉数的调整代价尽量小 那么有兴趣的观众可以去了解相关的实现 给定一棵二叉数的头节点HEAD 请判断这棵树是否是搜索二叉数 那么这道题实际上做法非常的简单 我们只用实现一个二叉数的中序便利的方法 然后便利到的当前值 如果一直比我便利到之前的那个值要大的话 那么如果一直出现这种情况 可以知道整棵树就是搜索二叉数 如果不是当前值大于前面出现的值的话 可以知道整棵树不是搜索二叉数 那么为了跟踪记录方便 实际上我比较适合用非地规的方法 来实现二叉数的中序便利 接下来我们介绍码二叉数的概念 码二叉数是除了最后一层的节点 无任何子节点外 剩下每一层上的节点都有两个子节点 比如大家看到的这棵树 这里有一个结论 如果一棵码二叉数的层数为L 节点数为N 那么N一定等于2的L次方减1 比如这棵树中层数为3 节点数为7 7等于2的三四方减1 相对应的L也一定等于Log以2为底N加1 然后是完全二叉数的概念 其实堆结构就是一种完全二叉数的结构 完全二叉数是指 除了最后一层之外 其他每一层的节点数都必须是满的 如果最后一层也满了 那它既是一棵码二叉数也是完全二叉数 如果最后一层不满 那么缺少的节点也一定全部的集中在右边 这样的数也是一棵完全二叉数 比如大家看到的这三棵树 第一棵树是满二叉数 当然也是完全二叉数 第二棵树和第三棵树 最后一层缺少的节点都集中在右边 所以这两棵树也是完全二叉数 给定一棵二叉数的投结点 HEAD 判断这棵树是否为完全二叉数 判断一棵二叉数是否是完全二叉数呢 如果按照以下的标准 会使整个判断过程变得非常简单 而且代码易实现 一 采用暗层便利二叉数的方式 从每层的左边向右边依次便利所有节点 二 如果当前节点有右孩子 但是没有左孩子 直接返回FALSE 三 如果当前节点并不是左右两个孩子都有 那么之后的节点必须全是叶节点 否则返回FALSE 比如现在大家看到的图 这棵树就不是一棵完全二叉数 四 便利过程中如果不返回FALSE 那么便利结束后返回处即可 那么这个判断过程实际上是非常简单的 只要清晰理解了完全二叉数的定义 代码实现起来就非常简单了 下面的内容是对大家的一个提醒 在代码面试中默认的二叉数节点结构 就是包含自己的数据项 有两个分别指向左孩子跟右孩子的指针 而没有指向负节点的指针 但是在工程上经常使用的二叉数节点结构 是包含一条当前节点指向自己负节点的指针的 那么同学们如果在代码面试中遇到二叉数的题目 也应该默认一个节点 它不存在一个指向自己负节点的指针 除非特别说明 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后继节点和前驱节点的概念 一个节点的后继节点是指 这个节点在中续便利的序列中的下一个节点 比如现在大家看到的这棵树 中续便利序列的结果为 D B E A F C G 所以D的后继为B B的后继为E E的后继为A A的后继为F F的后继为C D的后继为G G的后继为空 根据后继节点的定义可知 如果是一棵搜索二叉数 因为中续便利的序列为生序序列 所以每一个节点的后继节点为生序序列中的下一个节点 比如现在大家看到的这棵搜索二叉数 中续便利的结果就是生序的序列 1234567 所以1的后继为2 2的后继为3 以此类推 最后6的后继为7 7的后继为空 同理 一个节点的前须节点是指 这个节点在中续便利序列中的上一个节点 给定一种新的二叉数节点类型 定义现在如大家所见 该结构比普通二叉数节点结构 多了一条指向负节点的parent指针 假设有一颗这种类型节点组成的二叉数 数中的每个节点的parent指针 都正确的指向自己的负节点 那么当然头节点的parent指针指向空 如果只给定二叉数中某个节点 node 但是该节点并不一定是头节点 可能是数中的任何一个节点 请实现返回node节点的后继节点的函数 先简单介绍一种时间复杂度和空间复杂度较高 但易于理解的方法 既然新类型的二叉数节点有指向负节点的指针 那么一直往上移动 自然可以找到整颗数的头节点 在找到头节点之后 再进行二叉数的中序变利 生成中序变利的序列 然后在这个序列中找到node节点的下一个节点返回即可 那么如果二叉数的节点数为n 这种方法要把二叉数所有的节点至少变利一遍 生成中序变利的序列 还需要大小为n的额外空间 所以这种普通的方法 时间复杂度与额外空间复杂度都为b-n 那么这里就不再详述了 那么这条题的最优解 不必变利所有的节点 如果node节点和node后继节点之间的实际距离为l 最优解只用走过l个节点 时间复杂度为b-l 额外空间复杂度为b-1 也就是常数级别 接下来我们就详细介绍这种最优解法 是如何让node找到它的后继节点的 情况一 如果node有u-子数 那么后继节点就是node的u-子数上最左的节点 例如大家现在看到的这颗二叉数中 当node为1 3 4 6或90 就是情况一这种情况 情况二 如果node没有u-子数 那么先看看node是不是它负节点的左孩子 如果它是左孩子 那么node节点的负节点就是node的后继节点 如果node是右孩子 那么就向上寻找node的后继节点 假设向上移动到的节点即为s s的负节点即为p 如果发现s是p的左孩子 那么节点p就是node的后继节点 否则就一直向上移动 比如当node到达图中节点7时 节点7的负节点就是节点8 同时节点7是节点8的左孩子 此时节点8就是节点7的后继节点 再比如当node为图中的节点5时 5的负节点是节点4 但是节点5是节点4的右孩子 所以继续向上寻找 当移动到节点4 节点4的负节点是节点3 但是此时节点4依然是节点3的右孩子 所以继续向上移动 当向上移动到节点3时 节点3的负节点是节点6 此时终于发现节点3是节点6的左孩子 移动停止 节点6就是我们node的后继节点 也就是节点5的后继节点 情况3 如果一直向上寻找 一直向上移动 都移动到空节点了 还是没有发现node的后继节点 说明node根本不存在后继节点 返回空即可 比如当node为图中的节点10时 一直向上移动到节点6 发现节点6的负节点已经为空了 但是还是没有找到目前node的后继节点 说明node没有后继节点 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不管是哪一种情况 都不需要便利所有的节点 只用从node走到它的后继节点即可 最短路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走过L个节点 时间复杂度为B勾L 轻力去对召消支持 谁被带你移动了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